我吃药 钱呢 钱你花哪去了 就你给我那点钱 那干点钱没 我根本就没拿你的钱 这个男人听到孩子哭着要吃肉 他居然不问青红皂白 对着自己的老婆就大打出手 当他看着饭桌上的粗茶淡饭时 男人最后的一丝尊严 也被现实打击的支离破碎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 他却不思进去 反而走向了盗窃的道路 从刚开始小偷小摸地拿衣服 后面就是别人的自行车和电视机 胆子越来越大后 居然伙同其他人偷工厂的货 他这种偷到的习惯形成后 看到别人晾晒的玉米 不装两背包带走都感觉手痒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心 这天就恰巧被主家看到 他跑之前还不忘把玉米带走 施主也是对他紧追不舍 没想到他居然拿起棍子 就把施主的头开了瓢 也就是这一棍子 让他的犯罪性质由盗窃 变成了故意伤害的强劫 因此被判有期徒刑14年 在北京西城监狱服刑8年后 被调到新疆石盒子新安监狱继续服刑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是北京人的育有李洪亮 而他因为感情问题 他一枪杀害了女友被判无期 得知对面的男人还有6年就能自由了 于是就让他争取减刑早日回家 判我抢劫 我不服 他认为是法官故意针对自己 明明是盗窃 却是以抢劫伤人判了他14年 因为这件事 老婆带着孩子也离开了他 李洪亮只能劝他想开点 让他争取减刑早点出去 来补偿对老婆孩子的亏欠 这个男人的冷血与残暴 简直令人发展 而他就是汉费白宝珊 在他出狱后的两年时间内 通过高智商的精心策划 以及作案时罕见的心理素质 犯下竖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抢劫案 被公安部定性为中国刑侦一号案 自从白宝珊与李洪亮认识后 因为二人是北京老乡的原物 李洪亮对他也是格外的招呼 在他们休息闲聊时 白宝珊意外得知李洪亮当过兵 并且对枪支非常熟悉 于是他就不断打听关于枪支的信息 随后又通过翻阅书籍 来了解枪支的基本构造和使用技巧 但是在他收到女儿的来信号 得知在自己入狱的时间里 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悲惨 于是他下定决心努力改造 争取早点出去 给我女儿和我儿子买房子买汽车 让他们也过上和别人一样的日子 李洪亮则是劝他脚踏实地 出去以后找份稳定的工作 不要再有这种影响天开的想法 你看着 我这人说到做他 抽携弄他三百万 给我女儿和我儿子买房子买汽车 让他们也过上和别人一样的日子 李洪亮则是劝他脚踏实地 出去以后找份稳定的工作 不要再有这种影响天开的想法 你看着 我这人说到做到 没过多久 白宝山就让家里凑了一万块钱 在这里买了几头牛 与李湛玉和段克军等人 成为了专管放牛的自由贩 在这里他积极主动地参与劳动 被评为了劳改积极分子 从而得到了12个月的减刑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积极表现的背后 居然全是表面伪装的行为 他为了表达自己对管教的不满 私自点燃了牛场的草垛 可是他也仔细地想不出狱后的事情 他做出了两手的准备 如果出去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就会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要是找不到的话 就会按计划实施他的犯罪 于是他就向牧民收集各种子弹 并且暗自学习枪械的知识 为以后的犯罪做第二手的准备 但是所有的事情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 这天的白宝山像往常一样在草场放牛 而李湛玉等人却是一直看他不顺眼 此时正在商量怎么把他排挤出去 一番商量后 李湛玉就来到草场 无缘无故地对白宝山进行挑衅 眼看白宝山对自己不予理睬 抬脚就把他踢了出去 可是白宝山起身后 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目露凶光地看着他 李湛玉看到他轻蔑地看着自己 对着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可是白宝山始终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等到李湛玉停手后 白宝山站起来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不还手是有原因的 打轻了不管事 把你打死了 不是加薪 就是墙壁 就在李湛玉放狠话 要继续动手时 同为自由犯的段克军走了过来 没想到他居然也附和着 看不起白宝山 并且调侃他不是一个爷们 随后就和李湛玉一起离开了 然而让他们二人想不到的事 正是他们今天的行为 彻底地激怒了白宝山 于是他回去后 就开始在牛棚后面挖坑 李湛玉二人的生命也是进入了倒计时 你打不还手 骂不还可 你是不是那人 你又这么看着我 我不想跟你说 打轻了不管事 把你打死了 不是加薪 就是墙壁 不真 白宝山面对欲有的挑衅和打骂 居然表现的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是他接下来的做法 绝对会让你胆战心惊 只见白宝山回去扛起铁锹 他默默地来到牛棚的后面 居然在这里挖了一个两米多的深坑 一切准备就绪后 接下来就是他的复仇计划 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就主动找到休息的李湛玉 白宝山谎称自己的现金藏在牛棚 但是却没办法拿出来了 如果李湛玉能帮自己拿出来 他愿意晚上摆上一桌韭菜来打鞋 弄出的钱你先拿着 等你买完酒剩的钱你给我 这还不成 李湛玉看到他憨厚的表情 又想到白宝山也不敢骗自己 于是就跟随来到牛棚边的土墙 期间还不忘骂白宝山一句废物 就在李湛玉蹲在地上拿钱的同时 白宝山从背后拿出了一把锤子 心里想到李湛玉对自己的灵怒 他拿锤子的力道又中了几分 一步步地走到李湛玉的身后 高高地举起重重的落下 倒下的李湛玉被他从窗户抬出来 接着就把他扔进了早已挖好的深坑 拿起铁锹迅速地用途掩埋 一切都在按着他的计划进行 结束后他又回到现场清洗血迹 可是等他清理了所有痕迹后 白宝山还是不放心 最后把围墙推倒才让他赶到万无一失 牛肠少了一个人后 很快就被狱有段克军发现 小子李湛玉呢 湛玉叫我出去了 这个啥天了 他去哪了他还没回来 谁到他去哪了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段克军还是没见李湛玉回来 又再次向白宝山询问他的去向 这次他还是用同样的说辞搪塞了过去 但是他知道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时间久了就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于是白宝山先别人一步来到管教这里 向他汇报李湛玉已经两天没回去了 当管教前去查看的时候 由于所有的痕迹都被白宝山清理干净 他们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只能判定李湛玉是越狱逃脱 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但是面对另一个欺负自己的段克军 白宝山还是不打算放魔 在一天深夜 他等到段克军熟睡后 悄悄地起床来到桌子旁 打开抽屉又再次拿出了锤子 他使用相同的手段 把正在睡梦中的段克军杀害 又用相同的方式 把他埋在了牛棚外的深坑中 随后又返回现场清理床铺上的痕迹 并且把他的行李与被子 拿到了野外进行焚烧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白宝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还是和平常一样放牛睡觉 丝毫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到了第三天他又顾忌重施 来到管教处汇报段克军逃跑 由于在一年的时间内 牛厂接连有两人失踪 监狱把有重大嫌疑的白宝山单独关押 由于始终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这件失踪案只能就这样不了了之 就这样 白宝山在1996年的3月被刑满释放 也是从他出狱的这一天 开始了他犯罪的开始 也不能说白宝山一出监狱就想犯罪 他也渴望开始新的生活 打算经商致富弥补对孩子的亏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让他变得冷血和残暴 呼 大吉北来的 是 登记办货 那边管教没告诉你 一回来就到大口报道 这都几天了 你这户口马上办 办不了 起码得半年 为什么呀 我已经吃饭了 那凭什么 那不给我上户口 呼 你还这论我 你要这样说 那等两年 呼 哎 干什么干什么 想撒野啊 他不给我上户口 我也不要户口 他不让我活着 我求你 宝山 你可不能胡来啊 妈 我这么大人 不能总能让你演话 白宝山出狱后回到老家 由于没有第一时间前去派出所报道 而是先回家看望年迈的老母亲 妈 当他第二天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时 没想到却是被工作人员 以此为借口拒绝给他办理 那边管教没告诉你 一回来就到大口报道 你这户口马上办 办不了 起码得半年 白宝山看到面前的小民警 故意地刁难 于是就质问他 自己并没有超过规定的 15天内前来报道 呼 你还这论我 你要这样说 那等两年 哎 我 干什么干什么 想翻演啊 弟弟看到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 连忙上前道歉请求帮助办理 不臭 他俩要不齐 回补照片 白宝山看到他嚣张跋扈的样子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 可是他生气归生气 这户口还是要办理的 随后两人就来到照相馆补照片 为了尽快办理户口以免在节外生枝 他们就当天加急领取照片 可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工作人员还是没有给他办理 照片交上去后又告诉他们 还要前往新疆开一个证明才能办理 由于没有一次给他们说清楚 导致白宝山次次都是白跑一趟 想到对自己的处处为难 白宝山决定不再去低声下气求他 他不给我伤户口 我也不要户口 他不让我活着 我求你 宝山 他母亲急忙劝他不要做出傻事 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 白宝山想到此事 心里顿时就觉得烦闷 就打算出门走走散一下心 你要干什么去 妈 我出去走走 我闷得我 家里可爱的猫咪也跟着跑了出来 他一把暴起小猫拿在手中 没想到在这一刻 白宝山内心的邪恶再次被点燃 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了猫咪的身上 也正是办理户口被拘这件事 让他改过自新的梦想破灭 也是他为自己的犯罪找的一个借口 到了第二天 白宝山特意很早就起床赶到天安门广场 但是他的想法却是和现场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关注的不是那庄严的生气仪式 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武警肩上的长枪 回去后的白宝山 他悄悄来到学校门口 盼望多年未见的一双儿女 但是他不想被孩子看到他现在的窘窝 就一直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此时他的心里不免想起在狱中立下的誓言 白宝山搞钱的想法越加的强烈 由于没有户口 他经商致富的梦想就破灭了 心里就想到了自己做的第二手准备 不由地想到了从新疆带回的一百多发子弹 于是在随后的日子里 白宝山不停地游走于各个岗位哨所 打量着哨兵肩上的长枪 如果办理户口的工作人员 当时能够给刚出入的白宝山一丝光 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判斧白宝山 经过他一段时间的丁岛摸哨 白宝山把最终的目标 确定了石井山热电厂的哨兵 在1996年3月31日这一天 白宝山在暗处一直潜伏到深夜 在确定就只有一名哨兵的时候 他拿出准备好的背包与手电筒放在地上 随后捡起一颗石子扔向门口 以此来吸引哨兵前来查看背包 外面好像有动静我去看 哨兵出来根据声音的方向 看到了地上放置的背包 当他蹲下来进行检查的时候 白宝山从他的背后举着木棒走出来 一天深夜 哨兵像往常一样正在执勤站岗 可是在离哨所不到十米的暗处 竟然有一个男人正躲在这里 而这个男人正是汉匪白宝山 他为了能尽快搞到三百万 居然对哨兵手里的配枪产生了想法 只见他拿出准备好的背包与手电筒放在地上 随后捡起一颗石子扔向门口 以此来吸引哨兵前来查看背包 外面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 哨兵出来根据声音的方向 看到了地上的背包 当他上前蹲下来进行检查的时候 白宝山从他的背后举着木棒走出来 对着哨兵就是一记狠狠的闷窝 接着他捡起地上的步枪和随身物品 就按照计划好的逃跑路线 不慌不忙地翻过围栏向领处逃起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在一周后的一天晚上 白宝山又来到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大门外 他居然打算用同样的方式 来夺取哨兵腰间的短枪 他先是悄悄地来到大门外的围墙边 隐蔽在这里等待机会 没过多久大门就被打开了 哨兵从值班室走出来巡查外面 白宝山看到机会终于来了 他果断地抬枪瞄准射击 一气呵成地打出第一枪后 接着起身又是第二枪 哨兵腿部重弹倒在地上 白宝山立即翻越围墙前去查看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哨兵缓了一下后 拖着受伤的身体就像值班师跑去 等白宝山追到大门这里的时候 他看到已经没有机会再夺取武器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向远处逃去 紧接着院内的支援就赶了出来 经过搜查却是早已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作案后的白宝山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大路上 期间还不忘整理一下凌乱的衣服 随后拦下一辆黑出租准备返回住处 就在白宝山案原计划返回住处的时候 对面却是迎面驶来一辆巡逻车 他立即命令司机调转方向 巡逻车在后面一直紧紧地跟着 白宝山眼看逃脱不了 又再次命令司机停车 车子停下后 白宝山下车就不断开枪 一个人竟然用钢一对巡逻人员 由于事发突然 当即就有四名巡逻人员受伤倒地 白宝山却是一边射击一边向路边退去 黑车司机则是趁乱开车逃了出去 此时的白宝山来到了一堵围墙边 他翻过围墙后 却是没有急着逃跑 而是装满子弹后 又再次翻了回来 躲在草地上准备伏击追捕的巡逻人员 当巡逻队员追到这里失去线索后 他们又想到队友受伤急需送往医院 于是立即就转身回去支援 由于巡逻车辆受损不能开动 队友急需送往医院就职 队长就来到路上拦下过往车辆 停车 出什么事了 我们人被带都大杀了 马上送医院 我还有事啊 我们是警察 看不出来吗 马上下车 我已经杀得很重 马上送医院 这是有史以来 发生在首都最为严重的疫情 持枪袭击警察的恶性案件 案情迅速被上报到石井山分局 北京公安局和国家公安部 各级领导接到案情通报后 立即前往现场调查寻找线索 并对方原十公里以内进行地毯式搜索 而此时的白宝山 居然在包围圈内把枪支埋在了地下 自己却是躺在草地上睡了起来 停车 这把哑枪 这个单手压枪的男人 他的心理素质 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刚刚和巡逻人员进行了一场遭遇战 在短短的十几秒内 击倒四名巡逻人员后持枪逃逸 案件上报后 警方立即对案发现场十公里以内 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与此同时 狡猾的白宝山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 而是把枪支藏匿在土坑后 躺在草丛里就睡了起来 听着远处传来的警笛声 他的内心竟然没有任何的恐惧 白宝山在树林里 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清晨 他打算装作晨袍 来迷惑搜查人员的询问 面对询问 白宝山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 还明知顾问地打听 他们是不是在抓坏人 临走之前 还不忘给他们说一句辛苦了 就这样 他通过自己过人的心理素质 逃脱了警方的追捕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对白宝山的踪迹一无所获 而面包车司机 却是在家人的劝说下 主动前往公安局说明了当晚的情况 说出了白宝山要去的目的地 337路汽车总站 警方得到这一个重要线索后 立即对汽车总站方圆10公里内的住宅 进行了详细的摸牌走访 而白宝山的住处 也确实就在车站附近 当巡查人员对他询问时 他脸色平静地回答问题 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乱 你晚上在哪住啊 就在这儿 在我母亲家住 我从外地回来 以前走过一条弯路 回来也不容易 打算找个工作 乘个家 马上传出去吗 我不传出去 再说在外边这么多年 回家呢 只想好好陪陪老年了 白宝山 哎 妈 哎呦妈 您怎么起来了 您是在 挺消息人在 他天天晚上都在家吗 天天晚上都在家 通过对白宝山的询问 得出结论 他们是家庭和睦 儿子孝顺的一家人 面前的这个大孝子 和持枪的凶犯 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 家庭和睦 儿子孝顺 怎么会对犯呢 我贴便 有关他一户 白宝山看着走远的巡查人员 想到自己已经被排除嫌疑 于是他的心里又冒出了 想要再次夺取短枪的想法 在1996年4月23日的晚上 白宝山出现在了八一射击场的哨岗外 因为这里正在进行装修 大门还没有及时的安装 哨兵只能用一张桌子来代替 于是白宝山就顺利的来到哨兵的后方 他抬枪瞄准哨兵连开三枪 在休息室睡觉的安保人员 听到接连的枪声 立即就起来查看情况 由于他是刚刚入伍两个月的心愿 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哨兵时 整个人都蒙在了当场 惊慌之下躲在了被子里 你要干什么 白宝山袭击了射击场的哨兵后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哨兵的腰间竟然是一个空腔套 必无所获的结果 也没让白宝山的心情有丝毫的波动 回到家里像没事人一样倒头就睡 不得不说 他的心态确实异于常人 但是他刚刚睡下 就被他的母亲叫了起来 原来是他看到白宝山出一口 无论白天和黑夜都在睡觉 误以为他每天都在家里 殊不知白宝山再回来的日子里 早已犯下了竖起惊天大案 不明真相的母亲 就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可是此时的白宝山 哪里有谈情说爱的心思 因为那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但是他纵有千般的不愿意 母亲说了让他去见面 孝顺的白宝山只能答应 而他今天见的这个女人 在他以后实施的犯罪中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辅助作用 让他逃过了一次次的检查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见面后的两人相互打声招呼后 就对彼此之间产生了好感 两人都表示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两人就约定一起出去游玩 就在白宝山等待的时候 赶来的谢玉民 本来打算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却是给了一个惊吓 白宝山不经意间露出了凶狠的一夜 他为了掩饰急忙转移话题 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凶狠 让谢玉民一直心有余悸 刚才你的样子太吓人了 你怎么那么凶啊 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随后两人彼此介绍了自己 白宝山说出了以前的经历后 没想到谢玉民随后的回答 让他心里再次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你愿一个跟一个犯过刑的人 在一起走动 你只要改好就行 你受了那么多年的罪 我相信你会接受教训的 回去后的白宝山 想着生活向他展现出的美好一面 让他一度认为自己 接近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他毕竟走得太远了 一瞬间的良知 让他无法遏制自己犯罪的脚步 与此同时 谢玉民的家里 突然电路故障停电了 就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 天空顿时电闪也涌起来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女人在晚上都是害怕打人的 恰巧谢玉民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惊慌之下 心里第一时间想起白宝山 于是立即起身寻求他的帮助 当谢玉民找到白宝山 说出自己一个人害怕打雷时 白宝山立即就表现出热心肠的一面 主动提出自己前去给他维修店幕 你能不能带我 帮我去看一下吗 我不知道你住的地方 我看看 要不这样 你先带我去 我认认门 好吧 于是二人冒着凌雨前去维修 到达谢玉民的住处后 两人不出意外的都淋湿了衣服 谢玉民没有多想就换下了外套 但白宝山却不淡定了 我认识的天空 没有深的光 我只出窗的地方 你 你要干什么 若我在 你不用怕停电 今晚 咱们一起坐吧 这怎么能行啊 我看你这人不错 咱们就先好吧 不得不承认 白宝山确实有点真本事 他只是略试吊棒的本领 就让谢玉民不再害怕打雷 第二天两人就一起回到白宝山的家里 向他母亲汇报这个好消息 妈 从今儿起 小谢 在咱们家吃饭 想到儿子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他不免流出了喜悦的泪水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 已经作案竖起的白宝山 早已没有了回头的可能 他为了迷惑办案人员 他不但决定调整自己的作案时间 这次特地乘坐长途汽车 前往隔壁的徐水县寻找作案目标 白宝山稍作停留后 直奔某部队的军备库踩点查看 假装经过这里的路人 当他看着哨兵手中的武器时 目光久久不肯挪开 在心中默默做出了夺取的决定 对四周的环境打量一番后 白宝山又对哨兵占党的位置 以及换岗时间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 随后就返回家中准备实施抢夺计划 他先是谎称要外出抓鱼 收拾好鱼具准备出门时 还不忘告诉谢玉明晚上不要在家 让他去自己母亲那里吃晚饭 随后白宝山来到藏匿武器的地点 他这次的目的 就是悄悄取出武器带往徐水 好实施自己下一步的计划 白宝山利用鱼具做掩护 先是骑自行车来到一个镇子上 从这里乘坐大巴赶到徐水 到达地点后 他却没有第一时间隐藏武器 而是大摇大摆地来到饭店饱餐一顿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小孩在旁边一直打量着他的鱼具 而白宝山接下来的做法真是太损了 吃饱喝足的白宝山 他来到了军备处的附近 把武器埋在这里 并且做出了明显的标记 原来他这次的目的 就只是把武器提前带来 为后面的具体实施做准备 随后白宝山就返回了家中 等待三天后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转眼三天过去了 白宝山很早就赶到了徐水 他按照留下的标记取出武器 一番检查确认万无一事后 就搂着武器躺在草地里养精蓄锐 等待夜色的降临 白宝山一觉睡得傍晚 起身看了一眼时间后 就换上衣服准备开始行动 他匍匐着向哨所一步步地靠近 另一边的哨兵像往常一样换班知情 但他们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白宝山在暗处一动不动 潜伏了整整四个半小时 他不但摸清了哨兵换岗的时间 对他们现在的人数也是了如指掌 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在暗处一步地靠近 不得不说 白宝山的耐力真是太惊人了 他为了夺取哨兵手中的八一杠 在暗处一动不动地潜伏了五个小时 他不仅查清了哨兵的人数 而且对他们的换岗时间也是了如指掌 在这一刻 白宝山感觉时机成熟了 就在白宝山想要射击第三枪的时候 哨兵班长反应迅速 利用自身过硬的军事技能 一个翻身躲过了白宝山的数次射击 在这危急的时刻拉响了警报声 白宝山听到声音后 他不但没有丝毫的胆气 反而目标明确地来到了哨兵的身旁 躲过他们手中的长枪才肯罢休 随后单手持枪一边观察一边后退 他把逃跑时间计划的天衣无缝 他刚刚离去值班守卫在同一时间赶到 此时的白宝山 已经按照原定的逃跑路线 双手持枪迅速地向远处跑去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徐水的值班分队听到警报声 迅速地对他进行了合围之事 白宝山还没有跑出多远的距离 他们就紧随气候地追了上岸 并且出动了警犬 对白宝山逃跑的方向进行追击 没想到白宝山居然预判了 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 他把躲藏的地点选在了一处砖窑内 他打算利用这里的灰烬 来掩盖自身的气味 以此躲过警犬的追踪 再通过这里错踪复杂的地形 让值班分队无处找寻他的踪结 一路的逃亡让白宝山身心疲惫 他确认万无一事后 就坐在地上休息起来 与此同时 专案人员接到消息后 立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可是经过对白宝山留下的痕迹进行分析 却是没想到他种种的行为 竟然和训练有素的特种兵一般无二 徐水现场 他对这个潜伏地的选择 他的射击技术 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党兵 很可能干过特种兵 是个特等射手 也很可能参加过战争 正是白宝山表现出的惊人天赋 导致专案人员走进了一个误区 从而让他一次次地逃脱 与此同时 白宝山在面对追捕的情况下 他竟然在砖摇里面一直睡到了天亮 他的胆量也不得不让人生慰 白宝山一觉睡到自然醒后 就带着夺取来的武器 一路小跑来到了外面土堆旁 寻找一处自认为隐蔽的地点 拿出铲子实施自己的第二步计划 只见他熟练的挖坑以及安放武器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换上自己预备好的另一套衣服 扔下作案时的衣服和工具 然后背上小胯包就来到了公路边上 可是刚等他坐上返回的大巴 在前方就遇到了检查的关卡 就在值班人员要进行仔细检查时 恰巧一辆小车突然地冲港 白宝山才幸运地躲过检查 但是他没走多远的距离 又有第二道关卡在前方 这次的白宝山却是主动和班长聊了起来 检查人员看到白宝山和班长悠闲的聊天 误以为他们是老乡见面 又再次让他幸运地躲过第二次检查 这次检查让他钻了一个空子 但是让白宝山想不到的是 前方又出现了第三道关卡 这次不同前两次的事 这次却是要检查所有人的身份证 没有户口的白宝山见到这次的阵仗 心里让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能再次躲过检查吗 白宝山的心理素质确实异于常人 他能在哨兵的十米范围内 潜伏五个小时而不被发现 袭击哨兵后 面对值班式打开的警报声和探照灯 他仍然毫无顾忌地夺取武器 并且有计划地从容撤退 当他遇到两次关卡检查时 都被他狡猾地躲了过去 但是第三道关卡的检查 确实让白宝山动容了 因为这次的检查是每个人的身份证 可是连户口都没有的白宝山 自然也就拿不出身份证 但他一瞬间的慌乱后 脸上又再次表现出了自信的表情 白宝山装作思考的模样 随后一脸憨厚地爆出一组假信息 就这样 在他满分的演技下 又再次逃过警方的询问 顺利回去后的白宝山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和谢玉敏在法海寺市场摆起了地摊 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 白宝山又再次有了其他想法 他先是拿出一包手枪子弹 让谢玉敏看到 随后告诉他自己的想法 原来他打算前往谢玉敏的四川老家 希望在那里能买一把手枪 谢玉敏听到白宝山 要和他一起返回四川老家 脸上立即出现了慌乱的表情 咱们不回四川行不行 不行 你不要一路都 所以打你对他说过 看到白宝山坚决的态度 谢玉敏无奈只能向他说出事情 原来他在老家有丈夫 并且还有两个女儿 他为了能在北京方便做生意 所以才隐瞒了自己的情况 没想到白宝山听到被欺骗后 他竟然毫不在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满脸微笑地来到谢玉敏的面前 原来白宝山去四川 一是为了避避风头 二是为了搞到一把手枪 对于谢玉敏的隐瞒 他感觉和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二天 两人就踏上了返回四川的火车 他到达地点后的第一时间 就通过打听找到了一个叫寇军的男人 得知他有渠道搞到短枪后 两人就来到了饭馆商谈 白宝山听到男人执意要自己先付款 心里就知道他不是真正办事的人 对他也就失去了耐心 也没有和他继续浪费时间 起身就要离开这里 一无所获的白宝山回去后 他知道在这里是搞不到武器了 于是在当天就和谢玉敏返回了北京 白宝山按照时间的推算 距离上次的徐水袭击哨兵案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他认为警方可能有所松懈 自己可以到砖摇取回武器了 而他盘算过事情的利弊后 他觉得代谢玉敏前去的话 可以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 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 当他乘坐大巴前往徐水的路上 还是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关卡 这让他感觉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然而让白宝山想不到的是 警方自从袭击哨兵案发生后 一直严查各个交通要道 所以他们推断出 被抢的枪支一定还没有离开徐水 于是决定一直严查下去 不给罪犯带出去武器的机会 此时的白宝山 下车后直奔埋枪的砖摇 可是他能在警方的重重关卡下 把武器顺利地带出徐水吗 大牛下集为你揭晓答案 一天深夜 白宝山带着谢玉敏来到砖摇取武器 而谢玉敏还在天真的以为 是带他来过甜美的二人世界 当白宝山拿出长枪的时候 他才后知后觉地感到吃惊 谢玉敏听到武器的来源后 更是惊慌失措地让他丢掉 并且告诉白宝山 自己会装作不知情 以后还会和他好好的生活 看到白宝山要吃了他的眼神 谢玉敏只能无奈地妥协 但白宝山并没有打算今天带走 而是又把武器放了回去 原来是因为现在的天色太暗 他藏匿的子弹始终没有找到 而没有子弹的武器 还不如一个烧火棍 于是白宝山就盘算着 到第二天再前来一起驱走 由于这次有谢玉敏和自己一起 就用他的身份证住进了旅店 白宝山也不用再露宿砖摇了 二人安顿下来后 白宝山就有了掉棒的想法 但是刚刚受到惊吓的谢玉敏 直接就打消了他的念头 没有掉到棒的白宝山 只能安生叹气地早早休息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了砖摇 这一次没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所有的武器弹药 但是白宝山明白 想要过去这重重的关卡 只能带走可以折叠的八一杠 五六是只有等下次机会了 拿到武器的两人 却是直接走进了包米地 大家别误会 他们并不是为了庆祝 而是为了搬玉米来掩盖枪支 当他们赶到车站的时候 已经到了深夜 白宝山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把谢玉敏打扮成了农妇的模样 由他独自带着装有武器的编织袋 临走之前又喊住他 给他吃了一颗不会害怕的药碗 没想到刚刚进到后车厅 谢玉敏就坐在地上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而白宝山却是特意坐在了军人旁边 看到巡逻人员向他走来时 又故意表现出和军人很熟的样子 不得不说 白宝山真的很会揣摩别人的心思 从而让他一次次地躲过了盘查 当巡逻人员走向谢玉敏的时候 白宝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他会露出蛛丝马迹 但是农妇打扮的谢玉敏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 而是看了他一眼后就离开了 就这样 白宝山狡猾地躲过层层的关卡 坐上了返回的火车 当他们到了住处时 白宝山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武器 由于现在是白天 只能暂且放在家里的床下 等到晚上的时候再藏匿到外面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白宝山的心里却是纠结了起来 他自认为这次的徐水袭击哨兵案 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 但是现在美中不足的是 谢玉敏看到了自己的武器 也就是说有了第二个知情人 白宝山认为这将会成为自己致命的威胁 心里就有了除掉他的打算 于是他又去挖了一个深坑 而谢玉敏最终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大牛下集为你揭晓答案 你还能吃什么 再不吃就吃不饿了 今天我带你走不近道 你赶快 注意看 白宝山又在挖坑了 而他这次的目标 竟然是自己的女友谢玉敏 只因他看到了白宝山在徐水带回的武器 成为了徐水袭击哨兵案的第二个知情人 白宝山开始思考 要以什么理由来对他动手 等他回去后就故意激怒谢玉敏 你干什么呢你 走下 白宝山万万没想到 他这次竟然温顺的像只小猫 于是白宝山又打算试着拉拢他 向他说出了自己犯下的所有案件 随后给出两条路让谢玉敏选择 白宝山看到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选择 心里一瞬间就做出了对他动手的决定 因为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对自己产生威胁 随后他连夜赶往附近的山上 在这里挖出了一个深坑 一切准备就绪后 白宝山带谢玉敏来到了一家高档饭店 让他的最后一顿饭吃赐好的 饭后又给他买了一只 自己都不舍得吃的雪糕 而谢玉敏却是感慨 今天的生活多少有点奢侈了 再不吃就吃不着了 一个也不给你我全吃了 随后他们在回家的时候 白宝山一有所指的要带他抄个镜头 你敢不敢 你敢我就敢 不明真相的谢玉敏 就这样傻乎乎的跟着上山了 就在他们走到大坑旁边时 白宝山突然停下了脚步 从背后悄悄地拿出了准备好的锤子 一旁的谢玉敏看到突然间的宁静 以为白宝山要给自己一个法师长吻 但是在看到他那凶狠的眼神时 谢玉敏像是明白了什么 脸上的微笑也是在慢慢凝固 就在白宝山准备动手时 谢玉敏回头给他了一个温柔的拥抱 也就是这一个温柔的拥抱 让白宝山松开了握紧的锤子 可能正是这个拥抱 让他真正喜欢上了面前的谢玉敏 你慢点走 别摔着 与此同时 专案组在对徐水案的调查中 还是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线索 只是从现场提取的蛋壳上 查到上面的编号出自大西北 于是专案组实施了一次彻底的大排查 主要目标就是与大西北有关的所有人 而白宝山有可能就会出现在排查名单中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次排查的依据就是户籍记录 可是白宝山自新疆回来后 始终没有人给他上户口 正是这个巧合 才让白宝山侥幸地逃过一劫 而此时的白宝山 由于武器已经顺利地带回北京 他为了能早日实现搞到300万的目标 就来到了批发市场准备小事锋芒 可是他现在对于搞钱这方面 还只是一个学习阶段的小白 他在市场里连续寻找了几天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目标 但是白宝山非常善于观察 他偶然间在电视看到一条 正在宣传皮货市场的广告 星级皮货市场淡季不淡 反而出现了销售热潮 上面夸张的宣传立即让他眼前一亮 明天咱们去星级看看 去星级干什么 去不去 去又去吧 打人干什么 可是当他们到达现场查看时 眼前的一幕却是和电视上有着天差之别 这让他感觉一时找不到了方向 但是白宝山在旅馆打水时 无意中听到两个男子的聊天 提到石家庄的男三条市场十分繁华 这让他又再次看到了机会 于是第二天他就火速地赶到了 石家庄男三条市场 没想到他刚到这里 就看到了一位商户正在门外点货款 白宝山心里立即就有了计划 可是他第一次出手会顺利吗 大牛下集为你揭晓答案 怎么样 可以回去了吧 想什么呢 咱们是干什么来的 我看中立家 他家的住址有个都摸到 哎呀 你干啥呀 把包给我 给我 有一小钱了 让人在那边找钱 站开 站 站 白宝山多次实施稿钱计划 没想到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只因他此时还是一个搞钱的小白 但是善于发现机会的白宝山 这一次又来到了南三条市场 巧合之下看到了一家商户正在清查货款 他的心里立即有了想法 转身离开的白宝山 先是顺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自行车 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跟踪商户 随后他又再次回到了商户对面 在这里一直蹲守到关门打烊 当白宝山看到老板骑车离开时 他立即骑上顺来的自行车跟了上去 一路尾随来到了商户老板的家门外 确定完住之后 又飞速地赶回去和谢玉敏会合 向他说出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接着二人像在家里演练的一样 熟练地往身上装备武器 一切准备就绪后 白宝山全副武装地来到了商户的门外 即将开始他的第一次告前 但是他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还是打算向路过的孩子 打听商户老板的具体位置 再一次失败的白宝山 想到自己几次行动都没有得手 他决定停止一段时间 来总结数次失败的原因 由此可见 白宝山不是一般的罪犯 他并没有因为屡次的失败 接连不断地继续作恶 而是像一只冬眠的野兽 静静地等待机会的出现 果然在德胜门外的一次闲逛中 他意外地发现一处烟草批发市场 虽然市场不是很大 但每天的交易额却是非常惊人 并且都是进行现金交易 经过白宝山的蹲点查看 发现有两家相邻的烟铺 就符合自己动手的目标 随后他来到德胜门附近观察地形 寻找藏匿武器的地点 以及制定详细的逃跑路线 经过一番比较后 白宝山选定了一处废墟 距离烟草市场不足一公里 于是白宝山就感觉 此时的作案条件已经具备 随后他连夜就赶到了藏枪的山上 取出武器一番伪装后 就骑车来到了废墟这里 打算先把武器隐藏在此处 自己前驱市场再次确认一遍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确定的许迹烟铺 今天居然没有开门营业 大感意外的白宝山 回头看向了与他相邻的另一个烟铺 恰巧看到有人前来给他们送货 这也就意味着烟铺即将给货主付货款 看到希望的白宝山立即跑向自行车 赶往废墟取回武器 来实现自己三百万的稿钱计划 可是当他带着武器返回时 意外却是再次发生了 看到由原来的现金交易突然改成了支票 这让白宝山的心情顿时跌入了谷底 也正是烟铺这次偶然的改变 让他们躲过了一场灾难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不幸正在向不远处的一名女子靠近 准备离开的白宝山 却是在不经意间看到 女子正在和货主进行烟款交易 她立即把目标放在了这个小壶身上 白宝山戴上丝袜手持长枪 一步步地走向女子的方向 你干啥呀 把刀给我 给我 有一条条 杀人在那边 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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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山真的太不是人了 她为了早日搞到300万 居然狠心地向一个女人开枪 在逃跑的路上遇到有人阻拦 没想到她也是没有丝毫的人 抬枪就是连续的射击 她的这种行为也是引起了现场的恐慌 人们纷纷四散躲避她这个危险分子 而白宝山则是借助混乱的场面 手拿长枪一路叫嚣着 按照原计划的路线逃离了此地 她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内 抢夺到现金的同时又击倒数人 然后毫无顾忌地逃离了市场 随后现场群众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方夺到消息后 也是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迅速对受伤的群众进行救治 但是被抢了阉犯 由于是被近距离的射击 最终因抢救无效失去了生命 然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白宝山 她先是把武器与赃款隐藏在废墟 随后像没事人一样返回家中 心里居然没有任何的负罪感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玉敏 让她等天亮后 赔自己钱去废墟取钱 但是谢玉敏得知她这种极端的作案方式后 就认为白宝山抢钱不该滥杀无辜 没想到白宝山却是说出了她的一套歪意 谁怕什么呀 一下拿着个子弹几十万 他能不跟你拼命 你光亮亮香 不管是吧 那只能被不担交付 我不管不管是 我抢谁 就得我被抢 白宝山在犯罪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她此时的心里 都是在想着怎么保全自己 白宝山认为 只有把别人击倒在地上 才能真的达到震慑路人的效果 可那是个你的呀 你的怎么 该开枪的时候 也得开 与此同时 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但白宝山计划周密 加上路人都被她的狠辣所吓到 所以对现场情况描述的都很模糊 通过对群众的走访中 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可是现场提取的三枚弹壳 确实和徐水袭击哨兵案的遗址 如果能确认这次案件的三枚子弹 是从81杠自动步枪所激发的话 那么这两件案子就能并案追查 于是专案组就请来了81杠的设计工程师 通过仔细的比对与研究 得出的结论就是81杠所激发 而当时全国只有两只81杠丢失 另一只却是在遥远的南方 所以经过商讨后 专案组决定两起案件穿案追查 但是眼前主要的任务 是尽快稳定市场消除群众的恐慌 于是警方迅速做出调整 全员出动分布在各个市场 预防白宝山再次出现作案 然而正是这次有效的震慑作用 让蠢蠢欲动的白宝山 打消了再次出手的打算 面对警方部下的天罗地网 白宝山不得不调整他的计划 准备寻找新的犯罪出路 但是就在此时 谢玉敏接到老家母亲病重的来信 他向白宝山提出回家看望的想法后 遭到了他果断的拒绝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我就回去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白宝山听到谢玉敏 还是坚持要返回老家 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并且还用铁链 把他绑在椅子上整整一页 你还想不想回宿他 你还跟我宁他 看到谢玉敏答应不回去 白宝山才肯善罢甘休 为了安抚他死心塌地的跟随自己 于是白宝山就给他画了一个大脑 让谢玉敏和自己前去新疆搞钱 等赚够钱以后 就会让他全身而退地返回老家 我不去新疆 我不去新疆干什么 你 等这么前 我就让你回趟出趟老家 你当时 你说话又不再说了 这回我说话算说 白宝山即将踏上新疆的道路 已完成他三百万的小目标 大牛下集继续为你解说 白宝山的新疆之旅 白宝山为了阻止谢玉敏返回四川老家 没想到对着他就大胆出手 并且把他绑在椅子上整整一夜 直到打消了回去的念头后 白宝山才肯善罢甘休 随后又安慰谢玉敏 让他随自己前去新疆搞钱 回来以后就同意他返回四川看望家人 转眼到了五一节这天 白宝山在临走之前来到母亲家的 裴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期间谎称要陪谢玉敏返回四川一段时间 母亲看着面前孝顺的白宝山 心里不免感到欣慰 可是他哪里知道 他这个表面温顺的儿子 即将前往新疆实施犯罪 而白宝山在临走之前又找到弟弟 把抢来的现金交给他保管 让他务必照顾好家人 随后白宝山就返回开始收拾行李 手法熟练地把他心爱的八一杠挂在腰间 外面再穿上风衣遮挡 一切准备妥当后 二人就踏上了前往新疆的道路 谢玉敏背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 白宝山则是一手插握地走在前面带路 在通过安检的时候 由于那个年代的设施还不完善 只是对行李进行了仔细的扫描 从而让白宝山带着武器顺利通过 二人进去后 白宝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把腰间的八一杠转移到了包里 随后二人顺利地登上前往新疆的火车 当他以为不会再出现意外时 没想到意外还是出现了 列车员在例行对车上疑似危险品检查中 发现白宝山隐藏武器的包一场沉重 就示意他立即打开进行检查 你没这个权利 就在此时听到吵闹的城景也缓缓走了过来 白宝山看着城景腰间的配枪 他打开胯包把手伸了进去 做好了准备出手的打算 就在这关键时刻 因为其他车厢有人打架 城景又被喊了过去 也正是这个巧合 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一旁的谢玉敏看到后 立即上前解释 他这个人嘛 这个脾气不太好 他说话就这样 我们上车的时候嘛 这行李都通过了安全检查的 哦 您是一起的啊 是我们是一起的 哦可以了 列车员听到二人是一起的 于是也就放松了警惕 随后就没有再过多的检查 白宝山也意识到了谢玉敏的重要性 多亏有他才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随后的时间里 期间没有再出现过状况 经过两天两夜的车程 二人带着武器顺利地到达新疆 但是下车后的谢玉敏又累又渴 就让白宝山给自己买一个哈密瓜姐解口 看到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自己 谢玉敏索性坐在地上不走的马 白宝山看到吃软不吃硬的谢玉敏 于是就向他解释 等自己安顿好了以后就带他过来游玩 好吧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咱们现在去哪儿吧 到下面的农肯团场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 到达市盒子农肯兵团后 白宝山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当地的军火库 因为他的连续作案 手中的子弹也是所剩不多 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扩充弹药 白宝山在这里将会做出什么惊天大案呢 大牛下集为你揭晓答案 天明 干咱们这盒的 没有家伙不行 什么家伙 这些日子也没量给你看 我是带着家伙过来的 白宝山携带武器到达新疆后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军火库的门外 准备抢夺这里来补充八一杠的弹药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里早在一年前就搬走了 随后白宝山就准备赶往石户摊镇 因为在那里有他曾经的育友观天明 而他来这里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来寻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二人见面后 白宝山先是试探性地说出 自己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做棉花生意 白宝山告诉关天明 自己的确是来做棉花生意的 只不过是来做棉花款的生意 我就知道你来找我是来做事的 你在这当警卫一年挣多少钱 也就四五千块钱吧 那你还不如干我干 三个大 我愿意跟你干 看到关天明愿意跟随自己 白宝山就决定给他普及一下 做这一行的注意事项 第一件事就是要改掉自身的不良事好 比如抽烟的话 就会在现场留下各种痕迹 从而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关天明为了表露决心 就决定从戒烟开始他的第一步 于是他猛吸几口后 直接放在手心里暗面 白宝山见状立即上前安慰 告诉他自己会心疼的 于是就在这个小土坡上 关天明正式加入了他的稿钱队伍 二人说干就干 他们为了更方便以后的行动 第二天就单独租了一个小院 以此来当作他们的窝点 一切安排妥当后 白宝山就开始给关天明说出自己的规划 随后白宝山就拿出了他心爱的八一杠 让关天明开开眼界 看到真家伙的关天明 迫不及待的想要上手把玩一下 大牛看到他憨憨的握枪姿势 真怕他一时激动上来就是一梭子 好在他只是把玩了一会就放下了 可白宝山却是告诉他 两人只有一件武器肯定不够 必须还要再搞一把 就是子弹现在也不多了 也要想办法弄一些回来 没想到关天明认为这些都是小问题 表示这里不但有军火库 就是民兵训练也有枪和弹药 白宝山看到他现在还是很冒失 于是就决定给他来一个港前集训 关天明听到他这一番心思缜密的说辞 顿时整个人都听呆了 对他山子哥的崇拜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接着白宝山又定出了两个急需完成的目标 一是继续查看棉花收购点 为后面的抢夺棉花款做准备 二就是要寻找机会搞武器弹药 没想到关天明却是问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可是现在也不是收购棉花的时候啊 白宝山听到他提出的问题 只能无奈地把这个问题给他说透彻 告诉他等到收购季节再去查看就晚了 只有提前定好目标 等到能动手的时候才能雷厉风行 两三天之内连续端的进出 迅速离开新疆 听到动静的关天明 拿着武器就傻傻地冲了出去 这可把一旁的白宝山吓得够强 他就傻傻地表现 原谅大牛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白宝山是怎么选中的这个猪队友 但是白宝山还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带着关天明出去寻找目标 他们来到营地门口假装维修摩托车 打算故技重施地从哨兵身上动手 一番观察后 他们晚上就准备再次袭击哨兵 三哥我就扶你 白宝山得到关天明的追随后 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岗前集训 就决定要给他搞一把武器 于是他们把第一个目标 定在了芳草湖营地的哨兵身上 二人一番蹲点摸哨后 到了深夜就悄悄地来到了营地附近 白宝山这次准备故技重施 他匍匐着慢慢向哨兵靠近 到达哨兵十米范围内 居然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就在白宝山认为万无一失 即将动手的时候意外确实发生了 哨兵这次突然改变执勤的方式 让白宝山有点措手不及 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一次的失败 并没有让他们打消抢夺武器的想法 二人回去后的第二天 就坐车赶往奎屯的一处训练中心 经过白宝山的精心策划后 这次他居然选择在白天实施抢夺计划 这儿的哨兵是一个小时一换哨 你在这盯着 有情况就给我发信号 他安排关天明在外面放风 自己则是带着武器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翻墙 进到了训练基地的大院里 不得不说 白宝山的胆子真不是一般大 他所过之处都是物品打翻的声音 但远处的守卫丝毫没有注意这边 于是白宝山在心中默念时便看不见我 就准备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白宝山看到还是发现了自己 转身就迈着小碎步向回走去 等到驻军赶到的时候 早已没有了二人的踪迹 由于驻军并没有受到侵害 就把这次抢夺武器看成了一般的盗窃案 又因为没有丢失任何的物品 因此就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但是白宝山在返回的途中 却再次遇到了意外 原来巡逻人员看到二人鬼鬼祟祟的赶路 就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 关天明经过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轮到白宝山的时候 看到无法逃脱检查后 白宝山选择了硬钢 巡逻人员看到他们火力凶猛 只能转身躲回车里 二人这才得以逃脱 抢夺失败后 又和巡逻人员发生了正面冲突 他们为了防止再次遇到检查 就采取了步行穿越荒滩戈壁的方式 没想到关天明刚走了没多久 就吵着自己走不动了 白宝山看到关天明赖泥浮不上墙 只能开启他的洗脑模式 让他确信以后跟着山子哥 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 最后可能还会帮他挖一个深坑 白宝山看到有人在附近 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二人跑到跟前后 才得知原来是一个经过的路人 但是他明明知道自己误会了别人 只因这个路人看到了白宝山手中的八一杠 他还是毫不留情的出手设计 白宝山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根本毫不在意 这个无辜的路人 就这样被他残忍地杀害了 二人迅速地搜刮了他身上的财务后 又把他抬到了乱石下埋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后 二人像没事人一样离开了这里 他们又走了将近20个小时 才到达石盒子的北野镇 准备在这里搭乘班车返回住处石户滩 没想到一处院子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 经过他对以前的回忆 发现这里就是自己一直寻找 却是始终没有找到的武器库 白宝山真是太胆大妄为了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盗窃弹药库 遇到路人看见他们撬门 他还很嚣张地进行恐吓 原来白宝山在多次计划 抢夺哨兵武器弹药失败后 在返回的途中 却是意外发现了一处弹药库 他捡起石头扔向大门的方向 里面只是传来了几声狗叫 居然还是无人指手的状态 于是二人心里立即有了想法 他们回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人打造一把特制的撬门工具 并且找来了一根木棍 在棍子的一端绑上了几个鱼钩 用来对付院子里的几只狼狗 就在他们一切准备妥当 来到大院门口撬门的时候 里面的狗叫声吸引了附近蔡农的注意 当老汉前去一探究竟时 刚好看到了白宝山撬门的一幕 蔡农被白宝山的凶狠吓退后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也没有特别地放在心上 可是就在他打算继续干活的时候 却是听到了院内传来了四声枪响 这让他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警方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 但此时早已没有了白宝山二人的踪迹 经过警方对现场的勘察 却是让他们大胆意外 因为仓库的门被撬开后 里面居然没有丢失任何的物品 唯一的疑点就是院内的狼狗身中竖枪 这让现场的勘察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而这种结果也是白宝山万万没想到的 原来这个弹药库在八个月前 就已经搬离了此地 此时存放的只是一部分通讯器材 当对现场勘察完毕后 对此次案件的性质却是无法定义 由于白宝山是在白天毫无顾忌的撬门 并且仓库里也没有丢失任何的物品 这让警方无法判断他们的作案动机 于是只能定义为一般的偷狗案件 与此同时再次失败的白宝山想着接连的失败让他的心里也是感到不痛快 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抑制不顺 总会有实现三百万的一天 几杯啤酒下度后 关天鸣开始给白宝山加油打气 赞哥 咱们下一件事啊 怎能成功 白宝山看着他憨憨的吃货表情 也是直接被他给气笑了 而关天鸣以为自己激励的化起作用了 感觉手里的肉更香了 但是让白宝山意想不到的是 谢玉敏即将给他带回一个重要的消息 原来谢玉敏在四川老乡家闲聊中 得知老乡的女儿在边疆宾馆上班 而旁边的边貌市场异常的火爆 那条人啊 有钱的狠啊 就拿麻袋多少钱 还有人被一千多万万劫 谢玉敏回去后 把听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白宝山 白宝山的感觉则是认为机会来了 第二天就和谢玉敏 坐上了前去边疆宾馆的大巴上 当他到达地点看到眼前的一幕 让他彻底惊呆了 只见每个人的手上 都拿着一捆捆的现金 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在人流中穿梭 这让白宝山的心里顿时有了想法 他回去后就停止了夺取棉花款的计划 准备全力以赴地考虑边疆宾馆 边疆宾馆无事抗 场面太大 一条墙很难控制住这边 我考虑过了 咱们还需要一支短枪 短枪灵活 长枪火力吧 对付周围图法世界 什么图法世界 别动 别这样大哥大哥 别这样 你要车我给你车 地面还在家等我 白宝山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竟然只是为抢夺边疆宾馆做准备 就在前一天 白宝山看到面前都是用麻袋装现金的众人 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当即就决定把边疆宾馆当作抢夺的目标 回去后 就向关天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们必须放弃以前我们所有的意义 全力以赴考虑边疆宾馆 二人做出决定后 但是眼下却是出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边疆宾馆的场面太大 如果只有一条长枪的话 到时候很难控制住现场的局面 必须要搞到一把短枪来进行配合 两人才能灵活地应对突发事件 于是白宝山就给关天鸣安排了一个任务 没想到一向憨憨的关天鸣 到了第二天就把任务完成了 这次的办事效率也是让白宝山大感意外 经过关天鸣的打探得知 本地有短枪的一共只有三人 白宝山通过对三人的对比后 认为石户滩的两人绝对不能动 因为他们此时就住在石户滩 如果在这里出了案子 到时候就会进行大清查行动 这样就会把他们暴露出来 二人确定目标后 发现贺警长的办公地点东富城 离他们的住处有着几十公里的距离 如果骑自己的摩托车前去 万一被人看到的话 就会暴露出关天鸣的身份 于是二人就打算抢夺一辆摩托车 随后他们就来到一个路口蹲守 当有车辆路过的时候 关天鸣立即跑上前去拦了下来 白宝山也是拿着武器紧随其后的跟了过来 面对男子的求饶 身后的关天鸣跑到面前 对着空气就是一锤子 男子试图向远处跑去 没想到还是被白宝山击中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二人立即跑过来查看 并且把男子身上的钱财搜刮一空 随后他们不慌不忙地 把男子向旁边的草丛里抬去 丝毫没把人命当回事 仿佛手里抬的只是一件物品 白宝山的凶狠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做完这一切的二人 骑上抢来的摩托车直接扬长而去 有了作案的交通工具后 白宝山的第二步计划 就是盘算着怎么样接近目标贺警长 没想到第二天机会就来了 这天贺警长来到关天鸣的烤肉摊吃饭 而这一幕刚好被白宝山二人看到 当他看到贺志斌腰间的配枪时 白宝山的眼里露出了炙热的表情 心里生出了立即夺取的想法 但他还是理智的没有贸然出手 等到贺志斌离开后 关天鸣走上前去向弟弟打探消息 有了接近贺警长的机会 二人也是没有停留 当时就赶到他的办公室 进门就对周围一番窥探 在心里默默地记住 他平时存放手枪的位置 而贺志斌哪里会想到 面前的两个人 竟然打起了自己配枪的主意 随后就带着二人来到了养殖户的家里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贺志斌让他们先走 表示自己还有事情要办 就在这时 憨憨的关天鸣眼中出现了幻觉 他看到贺志斌出现红白脸向自己走来 仿佛看出了他们二人的夺枪计划 吓得关天鸣连连后退 失足掉进了河流中 一旁的贺警长没有任何的失忆 飞升就跳入了河中进行施救 当贺志斌救出关天鸣 拉着他来到岸边时 白宝山再次看到了贺志斌腰间的配枪 他的眼里再次流露出贪婪的神情 默默地捡起了地上的石头拿在手中 你敢相信吗 白宝山冷酷无情杀害的这个男人 就在前一天的时候 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一命 就是在贺警长救人的同时 白宝山看到他腰间的配枪 心里都生出了贪婪的神情 悄悄地捡起了地上的石头 但是他停顿了几秒后 还是放弃了出手的打算 因为他明白现在出手的代价 他不敢有丝毫的冒险 可是在他们回去的路上 关天鸣因为贺警长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不忍心对自己的恩人出手 于是就请求白宝山换一个目标 但是白宝山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又再次开启了对关天鸣的洗脑模式 回到家里后 白宝山就拿出了他心爱的八一杠 准备实施他的夺枪计划 但是关天鸣还是于心不忍 关天鸣听出他山子哥不高兴的语气 又想到他平时的狠辣性格 于是就不敢再有其他的想法 到了第二天下午 两人就拿着武器 骑上抢来的摩托车 赶往贺之斌工作的东富城周围 二人藏好摩托车后 就在门外的200米距离潜伏了下来 他们一直等到深夜 白宝山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 拿着武器就悄悄向房间摸去 与此同时 赫之斌与史春生正在房间里面 悠闲地看着大牛解说的视频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危险正在向他们一步步地靠近 白宝山和关天鸣也是已经来到了门外 白宝山手拿武器一脚踹开的房子 还没等赫之斌二人做出任何反应 白宝山已经完成了四次射击 随后他冷酷无情地走上前去 拿走了赫之斌的配枪 临走之前还不忘把电视关上 并且给他们关闭了灯光 制造出二人已经休息的假象 到了第二天也没有人发现任何的异常 中午的时候 一位同事进到房间喊他们吃午饭 竟然也没有发现二人已经被喊 只是认为他们还在睡觉 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两个同事来到赫之斌的房间借录像带 喊了几声没有回应后 居然认为他们还是在睡觉 这都快睡了一天一夜了 却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直到录像机的主人前来索要机子 当他在门外没有得到回应后 于是他就准备离开这里 但他还是不放心地来到窗户查看 当看清房间里的情形后 直接把他下的摊坐在地上 不好了 快去报案吧 我和警长满身事件 门链敲不开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往现场 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察 通过现场提取的四枚弹壳 发现了一条重大的线索 大家要注意弹底标识 是75-81 北野镇 7月5号 发生的箱子 使用的子弹子种类 但你标识就是一样 贺之斌和史春生的遇害 在当地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 也在公安系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贺之斌的妻子带着孩子赶来时 孩子一直哭喊着要爸爸 妻子失去了丈夫也是痛哭流涕 与此同时 此次案件的元凶白宝山 他为了销毁作案证据 把摩托车直接扔进了河里 白宝山与关天明元首一把武器后 他们就打算加快边疆宾馆的计划 于是二人来到作案现场 对逃跑路线进行仔细的分析 并且提前挖好了 用来藏赃款的洞穴 白宝山对这次作案花了很大的心思 就是他用来盖洞穴的木本 居然也是他在家里特别定制的 二人做好这一切后 于当天就返回了住处 到了第二天早上 白宝山就带上了所有的子弹 准备前往边疆宾馆实施抢夺计划 白宝山为抢夺边疆宾馆做足了准备 并且规划了详细的逃跑路线 于是怀着不成功就成人的心态 带上了所有的子弹 准备正式开始对边疆宾馆的抢夺 但是当白宝山二人到达地点后 边疆宾馆商贸城却是即将收拾 眼看没有了合适的目标 于是他不得不取消当天的计划 等待第二天开市的时候动手 随后二人住进了一家豪华的宾馆 此时的关天明 想到马上要和他的山子各干大事 他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幻想着以后过上大款的生活 白宝山为了让关天明遇事不掉链子 于是就画了一个大饼给他战前打气 白宝山为了行动的顺利 又再次给关天明演示了一遍作案过程 并且让他了解到时候对时间的把握 到了第二天 白宝山二人带着武器再次来到边疆宾馆 一起震惊全国的持枪抢劫杀人案即将发生 这次案件的危害和影响 都将大大的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白宝山与关天明戴着墨镜 在市场里四处寻找着目标 一群正在交易的男女 吸引了白宝山的注意 当白宝山听到交易额时 他显然是不满意的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准备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但是关天明却是有些迫不及待 白宝山却是丝毫不为所动 打算慢慢地等待机会 就在这时 两名背着麻袋的男子 走进了白宝山的视线 他想到这里用麻袋装钱的传言 于是就打算上前一探究竟 恰巧一名男子打开了背包 露出了里面的现金 就在这一瞬间白宝山心动了 他认为地上的麻袋里一定会是现金 于是他打定主意对他们出手 白宝山拿出手枪递向了关天明 准备暗计划由他出手抢夺 自己则是控制周围的突发事件 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 关天明还是掉链子 没想到亮出武器都被无视了 不出手以后还怎么叫白宝山 于是拿起手中的八一杠 一个人就走了过去 白宝山毫无顾忌地持枪走到男子面前 一把拉住他装满现金的背包 看到男子始终不愿撒手 白宝山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新疆小伙在短暂的愣神后 扛着麻袋就惊慌失措地向远处逃跑 白宝山随即一个剑步上前 抬枪就要再次射击 白宝山面对阻拦自己的人 没想到他真的是毫不留情 转身就向远处的新疆小伙追去 可是还没等他接近目标 再次出现一个好奇的路人 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反手 就是一枪 回头继续向新疆小伙追去 就是这一瞬间的功夫 拉开距离的新疆小伙 背着麻袋和他玩起了躲猫猫 但是白宝山此时 哪里有这个闲情雅致 于是他耍赖地向车底看去了 立即就准确无误地 找到了目标位置 只见他瞬间一个侧身 手中的八一杠 被他打出了顺据的效果 新疆小伙最终倒在了地上 白宝山则是抓起麻袋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 任何的惊慌失措 即使逃跑也是一边走 一边环顾着四周 提防着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周围的群众发现他的踪迹后 也是自发地跟随安保人员 对白宝山进行追击 白宝山遇到阻碍自己逃跑的人员 也是没有任何迟疑地进行射击 击退跟随人员后 继续不慌不忙地走着逃跑 闻生赶出来查看的两名锅炉工 也被他误以为是来阻拦自己的 被他无情地击倒在地 随即按着规划路线继续逃跑 一路毫无顾忌地向学校的围墙走去 翻过围墙后 还不忘回头确认一下后方的情况 追击的群众也是紧随其后地赶了过来 由于看到了白宝山的凶狠 他们不敢再贸然地接近 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以此来掌握白宝山逃跑的路线 抓上人分了快 放着他 快抓上人分 等到他转身继续逃跑时 追击人员确认了安全距离后 再次向白宝山的方向追去 两名学生听到呼喊声 随即也加入了追击的队伍 白宝山看到他们一直死死地跟随自己 于是他在离窝藏地点200米的距离 设置了第二处杀人现场 他埋伏在大门的侧面 等追击人员追到门前时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近在咫尺的位置进行连续射击 当场击倒数人后 就震慑住众人不敢再次上前追击 于是他立即把握时机 迅速摆脱了群众的追击 转身向不远处的窝藏地点撤离 快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全副武装赶往案发现场 武警也在第一时间集结完毕 迅速前往边疆宾馆支援 为了尽快把现场情况了解清楚 警方立即对目击者进行询问 以及向追击人员确定罪犯的逃跑路线 随后通过各组汇总的现场信息 警方迅速成立临时指挥部 出动上千名警力 立即对边疆宾馆十公里范围内 进行地毯式搜索 以及对全市进行布控时事围追堵截 并且同一时间出动警犬 对白宝山的逃跑路线进行追击 你敢相信吗 白宝山在短短两分钟内 竟然毫无顾忌地完成了两次抢夺 期间没有任何的一句废话 遇到有人阻拦都是枪想人倒 白宝山抢夺完新疆小伙的麻袋后 一路走一路开枪射击阻拦人员 他按计划的逃跑路线与关天明会合后 迅速地来到提前挖好的深坑 把抢夺而来的赃款藏匿在此 并且快速换掉身上的衣服 然后又再次来到刚刚会合的地点 把换下的衣服扔向赃款的反方向 做完这一切后 没想到白宝山居然临时改变了策略 把作案时的枪支弹药 埋藏在逃跑路线上的一片废墟中 以此来躲避警犬的追击 正是他的这一个举动 在警犬追击到他们扔掉的衣服后 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让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会回头来藏匿枪支 因此给了白宝山二人逃跑的时间 白宝山按原计划完成逃跑前的部署后 和关天鸣大摇大摆地 从边疆宾馆侧面走了出来 前往一公里外的水上乐园 就像刚刚发生的案件和自己无关一样 装作游客来掩饰自己刚刚的抢劫 一旁的关天鸣却是紧张的大汗淋漓 没有 天热 热汗 你开枪路 开了 我拿着包跑 好几人追我 我一扣碗机 枪 不响 而白宝山看到外面呼啸而过的警车 心里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暗自欣喜 然而警方也是迅速做出行动 在乌鲁木齐的各处交通要导 顾下了层层关卡 预防持枪歹徒逃出本市 并且对进出的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 都进行了仔细的盘查 另一边的白宝山二人一番游玩后 就装作互不相识离开了水上乐园 前往附近的车站准备乘车离开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 的确遇到多次的关卡检查 但是由于白宝山与关天明两人 身上都没有携带任何的物品 不在他们此次重点检查的范围 所以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石虎滩住处 而他们回去后的第一时间 就是来到地底关天君的烤肉滩 他们的目的就是故意公开露面 制造出当天没有出门的假象 与此同时 边疆宾馆的案件也是传到了石虎滩这里 人们对此都是议论纷纷 一旁的白宝山却是装作毫不知情 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白宝山这演技让大牛都差点心 但一旁的关天明 却是一副魂不守舍的发呆 也正是白宝山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警方在以后的调查中 走进了一个个的误区 就这样 转眼一个礼拜过去了 由于白宝山天衣无缝的计划 让他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从而让他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白宝山每天像没事人一样 对边疆宾馆的案子也是绝口不提 可一旁的关天明确实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迫切地想要早日成为大款 于是就不停地催促白宝山前去取赃款 现在不行 下个礼拜行吗 下个礼拜也不行 放那儿 万一丢了怎么办 丢是丢不了 想风平浪静以后 咱们再去取 就是取回来 也不能后悔 关天明听到即使取回来也不能花 就感觉是白宝山想要独吞赃款 随后就对他各种的不满 白宝山看到关天明的行为 可能即将要破坏他的全盘计划 于是对他就起了杀心 白宝山在边疆宾馆肆无忌惮的开枪射击 造成7人死亡5人重伤 并且抢走现金140余万 在整个新疆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 被称为1997年中国刑侦一号大案的恶性案件 在案发后的半小时之内 警方出动上千名警力对现场 以及市区各主要路段进行了严密的不空 然而狡猾的白宝山 还是利用警方赶来的时间差 提前藏匿好赃款和枪支 通过警方的重重关卡 成功地返回到石户滩的住处 与此同时 警方在对现场进行仔细地勘查时 提取到弹体标示为75-81的弹壳 以及提枪带等大量物证 通过对弹壳的比对分析 与袭击警务士赫之兵案件的弹体标示相同 都是75-81 并且都是同一支步枪所激发 与此同时 北京专案组得知新疆发生的案子后 觉得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 与北京的几起案子非常相似 如果能够并案办理的话 将会对破案有很大的突破 可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新疆方面认定 边疆宾馆作案时的枪支是五六式半自动 而北京的烟草市场抢博案 所使用的枪支为八一式自动步枪 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向新疆方面调取弹壳重新分析 可是这样突然间的提出质疑 就会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先入为主 经过考虑在三后 专案组决定以个人的名义 来调取弹壳进行重新分析 专案组通过对弹壳标本 及弹痕的重新鉴定 得出的结论是八一式自动步枪所击发 两地枪弹 为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所发射的初步结论 于是北京408系列枪案和新疆819案正式并案 北京方面有五局副局长岳长峰 刑侦处处长刘维镇带队的工作组火速飞往新疆 两地警方联手出击的局面已然形成 他们协同侦查对新疆多处案发现场 重新进行了详细的勘查 通过大量的调查 百宝山作案时遗留下来的提枪带 找到了冯志的当事人 通过冯刀人的描述 得到了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 以及他们说话时的北京口 通过一系列的线索正义 三地发生的九起案件系统一伙罪犯所为 并认定两个嫌疑人一高一矮 高个为北京人 矮个为新疆本地人 于是新的摸牌条件也随之建立了 随后警方在对石户滩的走访排查中 关天明的家里成为了第一调查对象 在调查中得知 他家里的确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北京人 可是对于他们此时的住处却是毫不知情 随后他们来到关天军的烤肉摊询问 附近的摊主表示都认识此人 在边疆宾馆的案发当天还见过他们 通过对摊主的询问 警方得出百宝山当天并没有作案时间 于是他们躲过了这次的排查 与此同时 当警方前往石盒子监狱 调查符合条件的北京犯人时 百宝山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 由于徐水案现场留下的足迹做出的身高推断 从而让百宝山又一次逃过了警方的怀疑 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摸牌走访时 关天明一直催促百宝山 前往乌鲁木齐取出赃款 但百宝山始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为此两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有点嫌弃我 我不会嫌弃你的 不过这隐身 你必须听我 关天明的行为 让百宝山感觉到了威胁 于是他决定将关天明骗至天池风景区 将他永远地留在那里 三人哥 喝口嘴吧 你喝吧 三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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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匪白宝山为何会对关天明出手呢 难道真如大家所想的 他是想要独吞这笔脏款吗 首先关天明在边疆宾馆动手前 他就以肚子不舒服为理由拒绝出手 百宝山独自夺取上百万户 把赃款藏在了边疆宾馆附近的小树林 随后他们顺利返回了住处 百宝山为了防止消息泄露出去 他每天像没事人一样 对边疆宾馆的案子也是绝口不提 然而没有出力的关天明 他却是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 就不停地催促百宝山前去取赃款 可是百宝山始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并且给他小之以情动之一里的解释 关天明这句憨憨的提问 这让百宝山重新认识了他的智商 感觉也没有再给他解释的必要 于是就让他必须按自己的计划按兵不动 这也是引起了关天明的极大不满 起身就气愤地夺门而去 百宝山看到他莽撞的行为 可能会导致事情的败乱 他为了保全自己 当即就对关天明起了杀心 百宝山为了先稳住关天明 在第二天的时候 就冒险带他前往乌鲁木齐查看 看到沿途的各个路口都有关卡检查 让关天明了解到此时是无法把赃款带出去 来打消他近期取款分赃的念头 而百宝山主要的目的却是来取回手枪 做好对关天明出手的准备 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后 在返回石户摊的第一时间 百宝山就开始给他设置圈套 告诉关天明想要取走赃款的唯一办法 就是坐火车前往内地 到了地点后就立即给他分赃 而憨憨的关天明为了早日成为大款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百宝山的建议 随后百宝山又告诉他 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来到新疆 就提议去天池风景去玩几天 顺便放松一下心情 到了第二天 百宝山就感觉除掉关天明的计划已经成熟 于是他暗中准备了铁锤与汽油 并且想好了动手的每一个细节 三人到达天池后 就准备在这里包一个粘房主 在讨价还价时 关天明为了体现自己的作用 在因为费用进行讨价还价时 又差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你的价 在我们那儿 包三个房间都用不了 什么地方吗 我们住在啊 我跟你说 好 一百五说定了 幸亏百宝山反应迅速及时制止了他 他看到砍价的机会都不让自己表现 心里不满的转身就走开了 你怎么了 又碰了你这么大方的 白宝山面对他没有智商的抱怨 也没有给他解释这样会暴露身份地址 而是安慰他马上都是大款的人了 就不要计较这些三瓜俩走啊 于是白宝山就提议带他登顶锅格打主风 让他提前感受一下人生巅峰的感觉 天明 咱们上转 行 咱上转 转眼他们就来到山顶 就在关天明坐在地上休息的时候 白宝山悄悄地从背后拿出了锤子 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缓缓起身 三人坐 这次关天明罕见的反应迅速 起身就向山下拼命地跑去 白宝山一击没有得手 也是快速地向关天明追去 面对生死存亡的瞬间 关天明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他连滚带爬地把白宝山远远地甩在后面 白宝山无奈只能掏出武器 起身枪响后 前方的关天明硬生倒地 当他赶到面前后又是阳迹重锤 做完这一切就在地上缓了一口气后 就把他身上的钱财搜刮了一喷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 把关天明永远地留在了山顶 接着把他的随身物品 隐藏在附近的石块下 第一次亲眼目睹白宝山行凶的谢玉敏 坐在那里颤颤巍巍地不敢说话 白宝山会对他出手吗 大牛下集为你揭晓答案 白宝山把他的合伙小弟关天明 永远留在了山顶之上 第一次目睹白宝山行凶的谢玉敏 坐在那里颤颤巍巍地不敢说话 你干什么 关天明很危险 我必须杀着他 谢玉敏看到他对待自己的小伙伴 都是毫不犹豫地出手 在回去的路上 就战战兢兢地询问他会不会对自己出手 像此时的白宝山 哪里还会有感情可言 他之所以这样安慰谢玉敏 就是为了让他给自己做掩护 把隐藏在小树林的上百万赃款 能够顺利地带回北京 二人连夜回到了乌鲁木齐后 白宝山首先买了第二天下午回北京的车票 又以谢玉敏的身份信息住进了铁路招待所 等待第二天取回赃款 当白宝山顺利地来到小树林 拿到他抢劫而来的巨款后 他让谢玉敏在外面放风 自己则是来到了藏匿武器的地点 从废墟中挖出他喜爱的八一杠 他知道如果带回北京的话 将会给他增加很大的风险 于是看了片刻后 还是果断地把武器拆解分开 随后把零件埋在了不同的地方 而另一边的谢玉敏 他心里对面前有多少现金充满了好奇 但是想到白宝山的凶狠后 还是理智战胜了好奇心 等二人返回到铁路招待所 白宝山把现金全部倒了出来后 谢玉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面对如何携带这笔巨款 白宝山也是早已有了计划 只见他拿出两件马甲 迅速地把上面的封条拆下来 让谢玉敏用毛线重新捆绑 缝在马甲里面穿在身上 白宝山则是来到卫生间 把所有的封条冲进下水道 回去后的白宝山 看着床上的巨款 却是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像是一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 白宝山一听立马就急了 他认为没有枪就不会有这笔巨款 自己以后能有富裕的生活 都是这只八一杠的功劳 而自己之所以把枪拆开扔了 就是为了能够断掉再次犯罪的念头 即使心里舍不得心爱的八一杠 也不得不做出理智的选择 看我们这样的 最怕他大丈夫该说说就说说 不然走完肯定在那 那在跟枪有什么关系 枪是男人的答案 有了枪我就会不定手地继续干 最后只有思路一条 可这只枪我是真不舍得分开 刘梅敬你对谁 你对枪有感情 你有错 你枪重要的 还有我娘和孩子 谢玉敬听到居然没有自己 手里的现金顿时也不香了 甩手就扔在了一边 白宝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急忙上前安慰 当然还有你 骗人 不信劳道 到了下午的时候 白宝山为了防止安检的仔细检查 于是他们卡着开车时间来到车站 就这样 白宝山有惊无险地登上了返回的列车 就在白宝山顺利地到达北京后 他认为在新疆的案子已经毫无破绽 自己此时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 幸福的生活也正在向自己挥手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也就是这一天 关天明的尸体被附近的牧民发现 他们立即向警方报案 在警方到达地点对尸体的身份进行确认时 一位和关天明熟悉的民警 从他的一颗包金牙齿 认出了此人正是关天明无疑 当天警方就带着现场的照片 来到石户滩找到他的弟弟关天君 经过他对照片的辩原 一眼就认出上面是自己的哥哥关天明 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就在白宝山顺利地到达北京后 他认为在新疆的案子已经毫无破绽 自己此时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 幸福的生活也正在向自己挥手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也就是这一天 关天明的尸体被附近的牧民发现 他们立即向警方报案 在警方到达地点对尸体的身份进行确认时 一位和关天明熟悉的民警 从他的一颗包金牙齿 认出了此人正是关天明无疑 当天警方就带着现场的照片 来到石户滩找到他的弟弟关天君 经过他对照片的辩原 一眼就认出上面是自己的哥哥关天明 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就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 关天明在他的烤肉滩 把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了他 因为他一直怀疑百宝山会独吞赃款 为了防止自己出现不测 他就把百宝山和谢玉敏的详细住址 写在了一个笔记本上面 而此时的百宝山 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已经被确认 他到家后就兑现了与谢玉敏的承诺 让他返回四川老家看望母亲 并且给了他一笔钱去购物 谢玉敏来到商场后 转眼间就把自己全身的行头换了一遍 还特地挑了一个二斤重的金项链 并且给家人也都买了各种礼物 在谢玉敏回老家的当天 百宝山再次拿出十一万给他 一共十一万 谁钱都你的 怎么花都行 但是有一点不能存银行 随后谢玉敏打扮得像一个贵妇一般 在百宝山的护送中 踏上了返回四川的航班 送走谢玉敏后 百宝山立即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不该感情用事地放任他离开 留下谢玉敏终将会是一个威胁 于是他下定决心 在谢玉敏返回北京后 就除掉他这最后一个威胁 与此同时 警方通过关天明确认了 百宝山的犯罪证据 立即部署了对百宝山和谢玉敏的抓捕 北京 有位镇马 请你立即布置 对重大犯罪嫌疑人 百宝山的击辅工作 一定要做到 不死 不伤 不逃 此时的百宝山正在家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百宝山 你白帮不帮啊 帮 怎么不帮呢 呃 你的户口呢 设计预警劈了 你现在根本回宿里 把这手去办一下 百宝山看到几人对自己警惕的眼神 并且还要求自己晚上前去办理户口 他立刻明白自己的犯罪已经败了 可他却是一点都不紧张 他面露微笑地表示 自己换件衣服就随他们前去 而他此时的想法 竟然是要和警方来一场火拼 当他穿好衣服后 再次把手伸进衣柜摸出了手枪 就在这个时候 百宝山的母亲却是突然出现了 是不是我儿子后果下来了 尽管百宝山在外面凶狠毒辣 但他却是一个大孝子 百宝山始终不愿在母亲面前杀人 也不愿让他看到自己血腥的一面 啊 没什么事 办完了手机 完了事 我就回来 啊 去了 哎 当百宝山临出门前 再次回头向母亲做出最后的道别 爸 我走了 百宝山走到楼下时 立即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武警抓捕 随后在他的家里搜出赃款110余万 缴获54手枪一把 子弹70多发 另一边的谢玉敏刚刚返回家中 就被当地警方当场抓获 从其家中搜出赃款77000余元 百宝山和谢玉敏被抓捕归案后 他们由北京押解到新疆受审 1998年3月3日 侮辱木骑士终极人民法院 对百宝山一案做出了公开审理 百宝山以杀人罪 抢劫枪支罪 抢劫公民财产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谢玉敏以抢劫罪 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98年4月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结束了百宝山的罪恶一生 至此 被称为1997年中国行政一号大案的恶行案件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剧的解说也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感谢大家对大牛的支持 我们下一步再见